大家好,我是3A班鄭子 今天我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有時候,老師交代一些事情 或者爸爸媽媽請你們幫忙 你會不會裝紅作芽呢? 不用塗鬼雞給識書 原來有時張紅作芽都可以拿來救命的 我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張紅作芽的故事 明朝的開國和底朱元璋是平民出身 他監禁特供 明映的時候送去過寺廟東告和尚 朱元璋當上和底後就立開船子 帶一套木建造宮殿 以表演出黃麗的氣派和威嚴 有一天 朱元璋和幾套龍武大宋門 一起循時起進的宮殿 一進電裏 見到眼前夫女同盟的緊張 朱元璋一次開開心脫口而出 上當年我朱元璋只是一個打卡碟寫 沒想到今天都有這麼大的權力 她過這麼大的生活 話才說完 她一抬頭見到黃娘 想有兩名工人正在工作 知不知我嘔嘴下心臨 哎呀 如果今晚朱元璋沒有說話 被他們傳出去 有小黃帝的刑場 這樣做得了的 你又和我拖他們兩個人去炸 好 站在一邊的座上樓白溫 見到黃帝要濫殺無辜 覺得好不忍心 就偷偷去過兩名工人 截肢而躲同嘴巴 這時兩名工人馬上回答她的意思 不要動 不要動 彩上 那是甚麼回事 找個皇上 他們一個是龍 一個是啞 朱元璋聽了 暗暗宣說的口氣 就令手帕放了他們 讓他們繼續工作 謝謝 各位同學 《中文索亞》是有時候隨機應變的方法 但是 如果故意對別人交代的話 《中文索亞》 那是不禮貌的 如果想看這本書 就到我們學校的中央圖書館借了 多謝各位